國人一年吞下二十二一顆胃藥 疊起來約有六千多座台北一零一 但當心手中胃藥含有雷尼T丁成分 病人在胃藥使用上他大概可能佔了將近三成 因為他是全面性同成分的都要下架 用伐摩T丁來替代可能會造成短時間 可能一到兩個月的供貨上可能會缺貨 名單中包括月你庭 先前就因致癌物超標七百二十萬顆 緊急下架回收 但第一線腸胃科醫師認為不用過度口光 他這個成分基本上是2A級的致癌物 也就是說在動物實驗中 它有明確的致癌性 但在人體實驗中沒有明確的證據 還有很多相似就是H2受體解放劑的藥物 可以替代 藥師也質疑美國和歐盟四月就即刻禁用 臺灣卻拖到七月底似乎慢半拍 但食藥署回應四月國內疫情連續 不敢冒險讓民眾回醫院換藥 後續更確保替代藥物供應量足 才敢祭出鐵腕